眼膜有很多种 今晚要和大家分享两款比较特别的眼膜 而这款眼膜叫尾眉针眼膜 我们首先看看它是怎样 一盒里面有两对 每一对都是独立包装的 而这个是尾做的眉针 即是不会溶解的 每一包里面除了两对眼膜之外 另外还有一支眼部的尾导入精华 它的活性分子是可以经过尾导 将里面的精华倒入皮肤底层 因为其实我们平时塗料 皮肤表面有角质去保护外界的伤害 同时角质层都会阻止吸收 所以平时我们塗料的吸收 可能都未必去到底层 那尾导的技术就是可以做到 如果你只是独立眼部有问题 我们急救眼部 这个时候就用尾尾导就最好了 一用一次就不可以重复再用 如何用呢? 在护肤的步骤 其实是塗了眼睛精华 再将这支眼部精华 塗两至三次 然后再贴上尾尾尾枝贴 我们一支就要分开两次用 因为它有两对眼贴 自己按你用的份量 还有记得 我们先塗了眼睛精华 好像我今晚很冷 我都要塗这个天气 打眼睛精华才够力 大约三十分钟 我们就可以撕掉它 给眉眉睁眼贴穿过的位置 是会有点眉红 但你会见到的效果就是 周围的眼周围的肌肤 是完全没有了 干纹、幼纹、眼袋的纹都消失 这个时候我还要做多个步骤 就是贴上它配备的 一个修护眼贴 大约十至十分钟 但因为今晚我要趁着睡觉 所以我就不贴它的眼贴 当你不贴它的眼贴的时候 你就要加做一个修护的睡眠眼膜 我们先看看这边 我左右两边贴不同位置 这边我主要贴低一点 你会见这边 它的眼袋收得更好 所以看下如果你是贴眼袋 你应该是贴低一点 反而不是高的 我会塗上眼睪精华 或者可以塗上乳状的抗皱精华 这种都是可以当眼精华 再塗上眼霜 记得现在因为香港天气很冷 而且是晚上 再加上你做完美眉睁贴 你要高滋润和有修复人的眼霜就最好了 塗眼霜都是要按压的 再贴上水型胶眼贴 就可以去睡觉了 首先看看这三个交叉位 就是帮助你眼部怎么动都不怕 你可以在眼底下 一对 贴回头才要修复的地方 水型胶眼贴 要塗上眼霜才贴 你可以贴三十分钟 撕走它 或者你可以贴过夜 第二天起床 正常洗面 护膚就可以了 睡觉 我还有一个习惯 还要贴上 蒸气眼罩去睡觉 特别易入睡 和睡得特别深甜 它还有一个功效 就是它的微温 可以将我们水型胶 和刚才曹茶眼部的营养 再用一个温度溶解 帮助我们吸收 所以在冬天敷它 是特别舒服的 那我现在就去睡觉了 早晨 大家一起看一个效果 吸光了 还要帮我保护着眼部 营养不要流失 看看 真的一点眼纹都没有 而且未浸泡的所有针都修复了 我可以开一块新的 给大家比较一下 它的容忍和脂肪 全部都在我的皮肤上 打迫 我就要更加清楚 已经吸光了眼分别 眼袋 全部都蛋白了 好冷啊 记得穿多衣服